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醒大家 這個封面在這個禮拜大概有兩波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波是明天晚上會接近到台灣 很快就過去 然後到禮拜三 然後接下來又有東北風 所以這個禮拜整體是東北風的 但是這邊不斷的有封面雲系會 雲系會東移 所以這個時候大概有兩波 等於是 但是這個變動又很快 這個都是小系統 變動很快 整體而言是 這個禮拜到下個禮拜 整個中國南方 華南這個地方水氣蠻多的 所以預計 這個又配合上東北風 所以溫度在北部上不去 整體來說的話也不會很熱 水氣又多 那預計會持續到下週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蠻有這種清明時節雨紛紛的感覺 在北部特別明顯 還有東半部 那中南部沒有什麼影響 那北部溫度有一點下滑 但是大致上就是這樣涼涼的 這樣過去這兩天一樣 涼涼的感覺 18到22度 就是禮拜四五的時候 那這個明天呢 是有點稍微回溫一點點 請大家好好把握 這個禮拜呢 因為這樣會下雨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把握 有陽光的時候趕快做事 趕快曬洗衣服 不然你的衣服怎麼洗也不會乾 那南部來說的話 相對又舒服很多 都還是22到28 9度左右的溫度 事實上還蠻舒服的 哪裡會下雨 大致上呢 禮拜二基本上會比較勤暗 可是北部還是比較陰沉 特別是迎風面 雨紛紛的 是像這樣東北角的迎風面 還有花蓮 宜蘭這個附近 那未來這幾天都是類似的情況 禮拜四五可能會水氣多一點點 但是這個變動空間都很大 我們只能每天每天的來看 所以明天天氣大致上是不錯的 東北部迎風面偶真雨 那中南部相對的穩定 那大致上呢 禮拜二算是這禮拜裡面 可能比較好的天氣之一啦 請大家好好把握 我們給大家建議 東北風減弱稍轉回溫 週二晚上開始 另外一波風面接近到週三 週四五緩和 週六日又有風面 所以近期呢 北部 東北部 雨紛紛的天氣 請大家多留意了 請大家多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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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竟